而老師好 如果學校已經有老師用學校的角度去申請的時候 那你比較晚申請怎麼辦呢 就會出現像在右邊這個 像我們倉務國小是方禹老師他第一個 他去申請的學校 所以我申請進來的時候 需要方禹老師做核准 那沒有核准怎麼辦呢 都沒有關係 沒有核准的話 只是說學校的功能不能使用 什麼叫學校功能 比如說轉班 學生轉班級 或者三年級升四年級 這些事情不太重要啊 我現在建立是五年四班 我自己把它改成六年四班就好了 各位了解嗎 這學校假如你不用受干擾 這個學校的老師一定要合可 他沒有合可 對我們班級進行完全沒有任何影響 只不過學校的機制不能使用 學校的機制是說 這個學生轉到隔壁班去 我們在新北市是學生不可以轉班 可以轉學不能轉班 那其實新增學生也不用轉班 你把它打進去就好了 他說你的資料可以帶過去 我都覺得新班級舊資料 我都覺得他們想得很周到 我都覺得算了 桃園是一個學生轉過來 我需要把他之前學生記錄全部匯進來 也匯不進來 所以這件事情各位可以寬心一點 這個地方